我们脱口秀马上开始 第一位要上场的呢 大家也都很熟悉 何广志 不知道他是怎么 混进演艺圈的 多亏了影视行业的冬天 广志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掌声邀请反季节演员 何广志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何广志 谢谢 谢谢 大家看到刚才那个短片了 是吧 我担任摄像 那里边的镜头 没有一个是我拍的 因为当时的情况是 我拍一条 然后那个专业的摄像大哥 过来看一眼 好 这条过 你歇一会儿 我来保一条 我拍一条 好 这条过 我来保一条 我老师 你要不直接保一条吧 我在组里的地位 也没有这么高了 我们几个实在是太业余了 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们当时 连机器都不会用 都准备开始拍了 然后那个专业的摄像大哥 在旁边 弱弱地问我们 老师 咱这个是要拍一个末剧吗 我说不是呀 那倒是把录音打开呀 我们当时 不光不会用机器 连绑架我们也不会 我们都没有干过绑架 就绳子根本就绑不结实 每次都只能很松散地 搭在智生的身上 就很考验智生的演技 因为智生都不敢动 一动的话 就把自己给释放了 我们那个绑架 全靠人质自决 后来实在是太麻烦 都想改剧本了 绑匪把人质 用502粘在了椅子上 而且当时机器我也拿不稳 就是镜头又虚又晃 然后时不时的还有遮挡 明明是一部大制作 让我拍出了记者暗访的感觉 总感觉这个摄像 下一秒要身体不适为由 离开片场了 虽然我们不会拍吧 但好在建国导演 也不咋会倒 虽然是导演 但是对每一个人 都特别客气 就怕我们跑了 别的导演拍电影 就是要么有钱 要么艺术好 我们王导平的 就是一个态度好 给组里的所有人 都揉过肩 因为他也不知道 除了揉肩 还能干点啥 我扛着机器 他给我揉肩 我说哥 你别揉了 你去看一眼监视器吧 上个镜头 是不是让你给揉虚了呀 就是一般 这个艺术越好的导演呀 这个脾气就会越差 就王导那个艺术 不干服务员 都可惜了 我虽然不会当摄像 但其实我当演员 就还行 我真的接到过一部 青春偶像剧 在里边还有一段感情戏 演一个舔狗 然后我第一天去 先去试符合人物的服装 结果试了三十多套 导演都不满意 我都换上自己的衣服 准备走了 导演说 这套合适 我当第一次演嘛 然后经验特别的少 我当时在里面 都没有群演演得好 导演呢 为了突出我的表现 只能不停地换群演 快看 何老师跟群演 标上戏了 但是何老师 好像有点接不住了 快 还有没有演技更差的群演 很多观众 看完我的表现之后 都说在我身上 看到了很多可能 可能我上我也行 我以前看电影 就觉得那些个 什么idol偶像 演技很尬嘛 觉得我上我也行 我拍完之后呢 我现在再看 就还是很尬 但是可以接受了 因为我终于知道 哥哥有多努力了 其实我平时看电影 特别喜欢看一些 爆米花电影 就那种当红小花拍的 就是演员特别好看 同时呢又没有演技 也没有剧情 因为剧情一旦很好 我就很容易被剧情吸引 这不是耽误我欣赏演员吗 所以有些那个当红小花 演技一旦进步了 我就不看了 很失望 那么想要获得大众的认可吗 虽然你赢得了口碑 但是你永远失去了我 好好射程这笔账吧 但其实这些都是开玩笑的 都是开玩笑的 因为那些当红小花 他们的演技就 从来没有进步过 我还是那么喜欢 你看有些电影 它不光没有内容嘛 就演着演着 还容易出广告 很气人 更过分的是 有些电影 它不光无聊 它还没有广告 你就盼着赶紧出个广告吧 广告也比这剧情好看呀 就比如说这个 茄黄泡面 酸甜浓郁 每一碗都用了 一格新疆番茄 新疆番茄是个宝 不管电影多单调 来碗茄黄错不了 谢谢大家 我是何广志 谢谢 我演他粉丝 你们拦我 好 广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别别 我的天 我喜欢你很久了 你们可拦得真住 广志 自从越来越帅以后 脱口秀技巧也越发的简单 耍帅就可以了 感谢何广志 为我们分享 烂片背后的故事 接下来要上场的 是之前在体育专场 大放异彩的 漫才组合 现在又来到了影视专场 掌声有请文体两开花的小北 豆豆 好 大家好 我是小北 大家好 我是豆豆 我们是高低组合 为什么叫高低组合呢 因为我们高低想再演一场漫才 说到演啊 小北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演员梦 演员很难啊 要不你先演三角形吧 演员 actor 演员不稳定啊 都这时候了 什么稳定啊 那还是三角形稳定 稳定吧 说正经的啊 其实一考的时候 我考过表演 没有考上很遗憾 这样你陪我重现一下 我一考的那天 好 我演我自己 那我演的那天 你遇到的所有人 所有人 群像很难演啊 没关系啊 你演你的 我们演我们的 是吧 对啊 yes 哇 你进入角色好快啊 那咱们从那天早上起床开始 可以 四哥你终于醒了 没有女朋友 都说没有女朋友 宝贝你终于醒了 男的也不行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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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